诸葛亮出山前有龙中四友,其中三人北投曹操,一人却下落不明,诸葛亮原是徐州狼雅人。 后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避难,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龙中隐居。在此期间,他把荆湘名是庞德公、司马慧维师成为荆湘市林中的一份子,也有了一个郊游的小圈子。 其中有四位密友,崔周平、孟公威、徐元直、石广元被称为龙中四友。 诸葛亮后来出山辅佐刘备,还成为蜀汉的丞相,这四位密友除虚数外。 在演艺中都没有多大的戏份,那这四人在历史上,后来各自的发展如何? 一、徐树,相较于其他三人,大家可能对徐树更加熟悉,刘备在荆州的时候。 徐树就投奔了刘备,而且不同于演艺的是,他早就向刘备举荐了诸葛亮,并建议刘备亲自上门邀请,这才有了三股毛路。 不过,长板坡之战时,他的母亲被曹军俘虏,他无心在辅佐刘备,于是向刘备告辞。 北上投奔了曹操。 也就是说,真实历史上,他并非被骗去了曹营,也没有对刘备许诺,终生不为曹操设一谋。 不过,他在曹魏并没有太大的作为,仅观至幼中狼将,御史中成。 诸葛亮在北伐的时候,得知了他的消息,认为他因为曹魏人才太多,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埋没。 二,孟建,孟建,自恭威,是汝南人士。 当初他那几人都在荆州的时候,在一起座谈,常以管众,乐意自比的诸葛亮,却说其他三人,最多能够观至此时,太守等职,而徐树和石涛,也果然因为不够突出,而遭到埋没。 当初孟建北归的时候,诸葛亮还曾劝阻,建议他多游历一段时间,他没有听取诸葛亮的建议。 到了曹魏之后,不但官至梁州刺史,有志明,还曾担任过征东将军,有官生。成就不算小。 三,石涛,石涛,自广源,他是与徐树一起投奔曹操的人,三国志著引魏略记载。 长板坡之战的时候,孔明与刘备相随去,扶徐树本名徐服与涛聚北来。 那么石涛在曹魏的成就如何呢? 涛是立俊首,点农校尉,也就是说石涛在曹魏的官职也不高,因此诸葛亮才会感慨魏书多使写。 何必二人不借用乎? 在诸葛亮看来,以叙述,石涛的才能应该可以做到更高的位置,他为两人的仕途感到惋惜。 四,崔君,崔君,自周平,在诸葛四有之中,前期最有成就的人,新唐书记载。 崔君自周平,柏林安平人。 太魏崔烈,自威之子。 君少娇杰英豪,有名称,利润虎坟中郎将,西河太守。 建帝初,君与袁绍,聚起兵山东,讨董卓。 后与诸葛亮,徐树,石涛,孟建等人相善。 也就是说,他年轻的时候,就系好强娇英豪,曾为朝廷命官,还曾起兵讨伐过董卓。 但是他最后到底去了哪里,又是什么结局,史料中却没有提及,于是他成为了死人之中,唯一下落不明的人。 诸葛亮的龙中四友,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,彼此相交也是真情以待。 虽然后来彼此政治立场不同,但看得出依然有意永固。 诸葛亮北伐时,还曾为叙述,使广远两位老朋友在曹魏未受重用而抱不平,托人带信问候孟恭威。 有趣的是,当年诸葛亮与四人交好时,曾脱口而出说,以你们才华,当官的话,可以担任自使。 郡守等职务。 三人反问诸葛亮自己觉得可以当到什么。 诸葛亮只有孝儿不达。 果然,后来使广远官职郡守,孟恭威曾认次使,徐述官职也与他们差不多。 而当年孝儿不达的诸葛亮,则大展雄才,成为一代现象。 由此可见,诸葛亮不仅洞彻天下大事,也对自己和好友的命运有着卓越的远见。 虽然他们是诸葛亮的故郊,只不过他们各有各的选择和坚持,并没有全部投奔刘备罢了。 每日更新,欢迎。